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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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早上一来的话 执宣官还是做最后的努度 希望双方看能不能有一个协调的空宣 不过执宣官的所有提议 都被持有工拒绝 他们就是坚决 就是今天一定要拆 那在接下来就是我们在班的时候 因为现场检查很多 持有工对方的人也很多 所以我们的班牵也不会是很顺利 包括早上车子要进来 整个地方等于都是被警察封锁了 所以我们自己的亲友到亲 要来帮忙办公室也都不准他进来 所以延迟到很晚 我们希望就是 以我个人的立场来说的话 我觉得就是说 我们即使司法再怎么不公 但是我承认司法 我们是失败的 但是你只有公 也不要因为司法赢了 就咄咄逼人 非要强拆不可 我问他 你今天就用这块土地吗 不会啊 为什么要马上帮人家拆掉呢 你让人家好不好 因为事实上一个百年的寺廟 它累积的东西很多 不管是有价值的 没有价值的日常用品 都很多很多 一百年了嘛 那现持人家三天搬完 这是非常不合人情意义的 但是持有公就强烈要求 就三天搬完 不然他们来帮忙搬走 这样 总共总之 就是说 我如果不这样做 我身为持有公的主任委员 不这样做 我对我们租七十二号 一点点交代就没得到交代 我们的结论 咱开会的结论 那我简单了解他的意思 应该是他今天要申请 坚持要真的执行 就没有争议 而且你们同意的部分 要来做执行 好不好 那已经尽全力 我想可能 反正我的职责是 在全能持 确定的判决 来生意强制执行 我就必须要 实现他们的权利 纵然我认为说 很可惜 不是没有办法 再补充一下好不好 文化部 有一点行政干预司法 很明确的行政干预司法 他已经苏宴薄毁了 已经人家 普安堂去苏宴 给人家薄毁 再来写这种文字 你们有你们的主张 你们要去怎么样动作 我不管 但是我也无法管 文化部的来涵 总之呢 我今天 做部分的演讲题 那是依照我法院认识 认为有特别情绪 但是这个特别情绪 由谁来造成 那我无从控制 只要他发生了 我就认为有可悲情绪 那就是这样 那是法院依法 你强制法第十条 第三条 但是这个别情绪怎么发生 那是你们 你看这跟文化部怎么处理的问题 好不好 那他的内容大概就是说 针对新北市政府 之前的一个就是 认为你们登入 为历史建筑物 某些部分 认为是历史建筑物 但是需要 主席所有人 人同意的 这一个附带条件 他认为 根文之法的 立法第九条 立法自由 所以他有发函去 北市政府 正本是给我们 说 他这个部分 他有这样续名 然后他要求我们再 跟上一次 礼拜一十六号的 那一个 请我们再提那几个部分 但我也没有扩大 他除了重申说 除了那些 请我们暂缓之外 也特别强调 这个部分 他已经有发文要求 新北市文化局 要来做公告的动作 大概是这样子 可是他没有就说 我们 禅修室 新唐 他没有在做 范围的扩大 我这请灾务人 这边要来理解 他没有扩大 等于说 我们上次协调好 你有没有争议 而且你同意拆除的部分 那部分还是确定 就是那样 就说 一开始都是很愿意说 你要来谈主意 我们有八年 八月十九号 八月十九号 然后呢 十五官就请我们 一个月内看 谈得怎么样 过来 结果呢 这天之后 他们有来 有来的东铁 带了好几个 你们也不知道什么人 到持六公之终 liver 一大堆 包括国家 本身都是 一直说 充滅 他们认为土地 所以是普安堂的,我們是強取他們的土地 因為他們來找你們的這樣嗎? 也是這樣子啊 原本在法院他們認為是 他們表示要跟我們談 他們寫得很清楚啊 14天內要跟我們談啊 啊來談了 還是說我們在強奪他們的土地啦 後來8月19號之後 到10月11號的時候 我們又來法院了 10月11號,100年的10月11號 又來法院 那時候就是因為那時候談判破裂 可是我們還是不放棄和解的機會 所以我們就跟司務官講說 是不是再給我們兩個禮拜的時間再來談 這10月11號嘛 這都是法院的筆錄 啊如果兩個禮拜談不成 那我們就繼續執行 好,那結果在這10月11號之後呢 他們也就沒有再繼續來談 後來在101年的1月的時候 他們就去向新北市政府指定申請古蹟啦 啊,所以 後來那個,新北市政府文化局就發文給法院 法院就通知我們說 文化局要指定 因為他們不願意申請谷基 所以在暫定谷基的保護期間 是要 可能要停止執行 就請我們雙方去 那我們去的時候 我們就表示說 新北日安我們不能當作停止執行的理由 司律官還是問說雙方有沒有和解的意願 那他們說這個願意和解 但是不同意我們的租約 這2月8號 那我們說你哪一條有意見 他就他第八條有意見 那我們第八條也願意照他們 叫他們說他們希望要修 第八條就是說本來是 一般的話租約也都有寫說 比如說我跟你打租約 可是我如果要提前終止的話 那我可以事先通知你 我要提前終止 但是我們還有限制說 如果是政府要核准開發 政府核准開發或是政府徵收的話 那我們呢 三個月前通知你 因為政府徵收或是政府要核准開發 也不是我們持有工的問題 那我們三個月前通知你 你就要無條件就要頒 這樣很合理啊 對不對 是政府要核准開發或是政府徵收 那就不是我的問題了 你不頒 當然政府徵收 我們當然都不能 讀月就沒辦法繼續了 我們也答應這樣修了 結果到2月8號的時候 我們已經釋出這個善意了 然後到2月11號 2月10號過兩天 又到法院了 那 事務官就問他啊 針對債權人願意修改的部分 債務人 國安黨是不是同意有沒有和解醫院 那他們還是不同意 他們說要談主委等股基指定了以後再說 有沒有 希望最第八點 他們要求全部刪除吧 並帶指定國際法定這些主案以後再來協商 所以我們才會 所以我們才會 為什麼我們現在會一直堅持 就是因為 大家在談的時候你偷偷去申請股基指定 就已經破壞掉誠信的基礎了 對不對 啊包括 這個禮拜一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在現場 這個禮拜一的時候也是 他們說他們要有三天的時間他們班 班完以後就讓我們拆 結果這三天他們還是跑去 跑去文化部做抗爭 那我們怎麼可能說再跟他協殺 不要你幫我承諾 萬一有什麼衝突 我就馬上 我就馬上 把你們請出去了 我就要再選來班 如果有衝突 好不好 大家就講好了 可以嗎 可以可以 好 所以我想去指示 那麼現在 在我之前標記物裡面 所有與本案無關的民眾 我剛才已經給過兩分鐘 就離開了 如果說 那 因為你們剛才已經沒有聽我的勸告來就離開 那我剛才已經宣示了 本件 法案雖然不是必然要執行 但是沒有停止執行的原因 那麼 所以本件呢 只好繼續的做續行 那現在那個 我們就請警方 來執行 使用強制力 將我執行標記物內的所有的民眾 如果再不離開 我們就以刑法第135條 妨礙公務的罪名 予以逮捕 我現在很怕 我們現在是在 我是在房間六條多 公務 這是公有地 我們這裡沒有法案交通 我們沒有法案安全 我們沒有法案安寧 我們沒有法案安寧 我們也是四人再寬地財產嗎 檢查現行報侵占人民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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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帶走 這個你請來 我們把他帶走 來 帶上車 帶上 我不是現行犯 我不是現行犯 你憑什麼要帶我走 我不是現行犯 我不是現行犯 你怎麼帶走 你配合我要上銬嗎 你好你要上銬 你最好給我上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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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你 我又不是現行犯 檢查現行的朋友 先搬東西到舊堂去 那部分今天還不會執行 沒有人 那部分有爭議今天還不會執行 是我們先 有朋友先幫忙教授 把東西搬到舊堂去好不好 adelante 對 很好 切開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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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去一點 麻煩一下 到後面拍攝一下 謝謝 往後 往後